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我们很漂亮的公车站 以及到我们的正派的一个新的一个OT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跟在地青年做的一个场域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店 然后再来就可以到我们的耀塞司令部 以及到我们的大沙湾的音乐场域 然后度过一整天的一些活动 因为其实基隆现在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其实我们整个东岸狼带上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 以及我们西岸 下午呢你们也可以到万木山去走走 然后回到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佛首洞 甚至到我们的太平清鸟 去阅读一下感受一下喝个下午茶的咖啡 然后晚上在基隆吃饭 最后可以在九点钟观看我们的一个烟火 其实看完烟火之后我们也可以到 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庙口之外 也可以到我们的委托行那边去走走 然后最后呢可以到我们晚上的鱼市场 就是我们的咖啡店 这也是北台湾最大的鱼货市场 甚至也欢迎大家可以住在我们基隆感受一下 那今年也有特别做高空烟火的部分 总共分为五个篇章 我们会先用璀璨盆花来揭开序曲 我们也在这边推荐几个最佳观赏的地点 包含国门广场海洋广场 还有我们的东岸商场这边 基隆的夜晚文化观光局也推荐一处新景点 就是配合青发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 第一次点亮的青发战争纪念园区 透过光影设计营造出跨越时空的氛围 成为基隆的夜间文化观光新景点 市府充分结合基隆东西岸文化观光景点的魅力 加上七夕夜晚的浪漫烟火 欢迎市民朋友和各地游客 在七夕情人节来到基隆一日游或二日游 共度温馨与幸福时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携手必应创造 江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打造成融合音乐文创的多功能园区 不仅充分体现空间活化的理念 更为所有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 一块到现场去看看 这次是政府邀请到基隆出身的江志峰老师 跟新北的陈世轩议员 一起来体验基隆全新打造的音乐空间 经过导览后 志峰老师提到 许多音乐人都是从基隆出发 这里也是许多经典歌曲的发源地 透过这样的音乐场域 让大家知道基隆是一个孕育音乐梦想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基隆爱好音乐的 不管是展演或者是 同样属性工作的这些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而且整个参观过以后 我发现万事起头难 你说一开始就像刚刚市长说 你要办到万人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有办法从250公司 开始做一个辐射效应的话 其实万人不是梦 所以所有的梦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从基隆开始 从国粮市长的带领开始 我觉得基隆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发展空间跟倾向 那我也希望说 借由这个地方 能够让更多的基隆人 我们不只基隆人 能够让我们全台湾的所有人都知道说 基隆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音乐的发源 非常好的发源地 因为所有很多歌手 事实上我们都是从基隆出发 但是真正知道 我们是在地基隆人的 其实真的非常少 所以 这次真的要谢谢国粮市长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谢谢志光老师 为什么我们就在讲说 想要变成音乐城市 因为我已经看到说 我们在变成大型的那个 最大厂的演唱会中 我们在地的音乐人 甚至在地的听众观众 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今天很开心 来到我们基隆参观 这样的闭音乐空间 这两年我感受到基隆 很大的不一样的是说 有很多的空间被市场火化 再利用 像旁边这个到大厦湾 历史园区 那我们看到过去这个是 公车处的半工岛 那 今天在做使用之后 市场将它火化 那现在让毕业进到这个地方 让其实我们的年轻人 更有一个音乐空间 那展演中心来做参观 所以我觉得这很棒 来迈向这个音乐城市的未来 一定要有大家更多的合作 尤其是这个 世宣在新北 有丰沛新北的支援 那我们也要跟他 继续的合作 请益共同打造 我来这里真的是太震撼了 除了我们看到演唱会 那种光鲜亮丽 没想到幕后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以及这么多的准备工作 而且我来到这里能够看到 应该说是演唱会的时光机 从民国几年前的很多的演唱会 在这里都一一呈现 而且它这里有很多的场地 也欢迎各位爱好歌唱的 或者是喜欢听演唱会的 也可以来这里小小的剧场 来感受一下自己是巨星的一个魅力 散发出来 欢迎大家来基隆中正路103号 那今天来到现场 真的看得出来我们市长的用心 因为我们各方面的 对整个城市的发展 我们有非常多的规划 跟一些细节 但是市长在这一方面的 让我们基隆的这些音乐人 有更多的富裕的基地 有更多的 有未来训练的空间 我想这真的是 在基隆算是一个创举 也希望经由这些设施跟规划 将来我们基隆能力 能复赴更多的音乐人 就是我们的基隆人 我们很期待这个未来 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有了一个好的场域空间 更能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将为更多人提供音乐创作的能量 培养更多音乐人才 一起朝向音乐城市迈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来关心这个七堵区光明路 和重信街口的地带 常常有车祸发生 立委林佩祥联合七堵区四位议员 邀请台铁及相关单位 办理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从七堵南新市场 才买完的民众和机车骑士 就这样非常自然又方便的 从重信街走出来 或是骑车出来之后 直接跨越光明路 到停车场或是离开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路口周边地带 成了死伤车祸造势率 相当高的地方 地方明代都很担心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改善 我们都希望说这边有斑马线 我也希望 其实民众就希望 但是我们还在以安全为导 因为这个有拖度图问题 那我们也 我有提这个就是交通处 还有这个交通就是三分组 然后我们回来一起 最好是用那个就是 那个 分枪 分架感 分架感对 那刚才在费钱的话 我们也讨论跟付责的移植 还有我们地方商业建议 这个 往往出问题就是这个出口 对 在出口这个问题 出口都要成为我们交通处的主管单位 他是建议说 在我们红绿灯那边把它移到那边是 我感觉是很正解 是不是就是做那个 人行道跟红绿灯 那人行道跟红绿灯 那时候交通处跟公司都讲说 因为离这个红绿灯太近的 他是没有办法做的 那可是前面那个保山总统那边 他其实也是距离很近 他一样也是有那个红绿灯跟斑马线 也因此立法委员林佩祥接获反映 特地联合七土区四位市议员 邀吉台铁以及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 区公所和警方等相关单位 办理现场会刊 寻求改善的方法 包括短期内先在双线车道中央 设置软值分向感 提醒车辆和行人 不要任意跨越车道 长期则是请停车场 改变车辆的进出口位置 让要到市场采买的民众 能够多利用行人穿越到过马路等等 那会刊的结论方向 目前第一点就是 期待说我们七土停车场这边的出口 能够往市区这边再做移动 然后这样可以保住说 我们的行车动线跟行人动线的安全 第二点也是在那边要建请交通处 再从这个重治街 这边是重信 重信跟前面是重治 自治 重信街跟自治街中间这么长的距离之间 找一个地方能够让行人 在中间能够穿越的安全的通道 来避免说行人是行人看到的时候 没车的时候直接冲出去的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三分局也好 还有很多消防队也好 希望说我们在这边 能够尽快设立软式的柵栏 而我们这边也是会议决议说 尽快设立保住我们这边行车跟行人的安全 由于现在先有景三分局 暂时先在双向车道中间线上 摆上三角锥提醒驾驶人 不能任意回转进停车场 避免发生车祸意外 但是三角锥万一倒了 也容易影响机车型的安全 因此将由市政府交通处 在最短时间内 先设置软职分向感来应急 记者吴俊松 另外要带你来看 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和好姐妹们 头戴可爱的蔬菜帽 化身为蔬菜人 行销欺读男星市场 欢迎大家到男星市场来采买 普度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及南北货 受到摊伤和民众们的热力欢迎 副议长杨秀玉领军 头戴可爱蔬菜帽的美魔女团 走进男星市场里面 立刻引起摊伤和采买民众的目光 有的人开心地和行销团打招呼 有的更直接来拍照相当热闹 又进入中原普渡的时节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和一群好姐妹们 头戴可爱蔬菜帽 化身为蔬菜人 行销欺读男星市场 欢迎大家到男星市场采买普度拜拜用的蔬果肉品 以及南北货 也受到摊伤和民众们的欢迎 秀玉今天就是特别带了几位我们欺读的美魔女 那就是角色扮演戴上这个我们的蔬果头套 一起来这个行销 我们七肚的南星大市场 也是我们这个基隆市最有名的 最大的一个传统市场 那我们都知道农历七月是这个采买的一个大的季节 因为这个中原普渡的关系 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七肚南星市场 可以说是南北货相当的多 而且我们的蔬果都非常的新鲜 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价廉物美 那我们欢迎这乡亲 有空的话多到七肚来走走 七肚不止南星市场 包括我们七肚这个晚上的这个美食 就是美食的小吃美食街 那还有七肚南星市场 包括有很多的美好 我们的山区有很多的一些景点 所以今天秀玉特别带我们几位美魔女 来一起行销我们自己的城市 也欢迎我们民众还有外省市的好朋友 常到七肚来 七肚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哦 你们来了就知道 一定会爱上他 恋上他 也会发现说美好时光就在七肚 只要有任何可以帮助七肚行销的事 副议长杨秀玉表示 都愿意找好姐妹们一起来做 把七肚的好告诉大家 美好时光就在七肚 赞 再来看蔡兰族的婆婆妈妈们 向市议员蔡旺连反映 企图邮局对面的公车站牌 经常会被车辆挡住 导致错过班车 因此蔡旺连特地协调 东风国术馆来帮忙 同时争取经费 完成公车电子看板的装设 让引发长辈不会错过班车 纷纷致谢 婆婆妈妈们很开心当场向市议员蔡旺连表示感谢 让他们等公车更方便 没有啦 没有啦 应该啦 应该要做的 没有啦 不敢当不敢当 应该的 由于许多蔡兰族的婆婆妈妈们都喜欢到七堵南新市场采买 再回到明德一路上七堵邮局对面搭公车 回到赌南及百福社区一带 但是公车站牌经常会被围停的车辆挡住 导致蔡兰族的婆婆妈妈们搭不上车 因此市议员蔡旺连特地协调公车处 以及站牌内的东风国术馆帮忙 并且争取经费 终于顺利在八月七号完成公车电子看板的装设 因为来这边搭车的都是比较上年纪的这些好朋友 那我们廖前旅长也一直跟我建议 那我实际上也来看过 现场确实是这样子 很多上年纪的为了要搭公车 然后沿途有我们泰安 六堵也好 百湖社区 赌南 长安 甚至有瑞 马林 都有很多这些需要交通工具的这些 巴士的这些里面 他们来这边 因为这边都会不好停车的关系 有很多的车子都会暂停 他们都会跑到外面来看 外面来看这个下雨天 真的非常危险 而且如果装着这个智慧型站牌以后 会保持他们知道多少时间 多久 车子就会来 不要让他们进进出出排来跑去 尤其是下雨天 所以我们真的认为说 这个我们一定身为名义代表 必定要去帮人家解决 所以我就去拜托我们公车处来会看 然后来争取我们东风国术馆的老板 他的同意 刚刚我特别去感谢他们 这样子就是说 无形中我们会降低 给予我们很多市民 他要搭公车的这个方便性 跟他的安全性 这个也是我们身为名义代表 所该做的一份责任 谢谢 蔡旺联和陪同的市公车处人员 除了一直留在现场等到公车电子看板 完全装好之外 也亲自向东风国术馆屋主表达感谢 愿意让电子看板挂设在其楼梁柱上 方便搭公车的民众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婆婆妈妈蔡兰族门 记者吴俊松 基董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 制作 广义 能义 速遑 油 摄争 轻 输 呃 工车 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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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你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月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丫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丫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自身蚊蟲 不自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哇 這款酒好美又特價 剛好可以買來下週末的舞會上喝 真的 在網路 郵購 自動販賣機 無人商店等地方買賣菸酒 沒辦法知道買東西人的年齡 所以是禁止的唷 什麼 還要罰錢 一次有菸酒為一馬販售 可拨打檢舉專線 0800 867 890 還有還有 購買酒類時 酒瓶上有這個優質酒類認證的標章 就會更有保障唷 網路竟銷菸酒 優質酒類認證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上週三凌晨 一艘基隆級的漁船 滿瑞富六號 在基隆外木山近海 突然故障 失去動力 趕緊通報海巡救援 海巡獲報後 10分鐘敵趕現場 船上6人都平安 一塊來關心 可以了喔 6人都可以用喔 大半夜海巡員接近漁船 俐落地把懶繩拋下漁船 再指揮船員把船往前開 接著海巡艦艇用拖帶方式 將失去動力的滿瑞富六號拖回港 因為再晚一步 就可能發生觸礁變成船難 1 2 3 4 四櫃是這樣子 結果它是1 2 3 4 最櫃給我加到水 這些船員也是剛來 他加錯油櫃我們也不能怪罪他 那相反的我們也是感謝海巡署 原來是新手鬧烏龍 正值小捲和透抽慘劑 因為疫情休息兩年的滿瑞富六號 船東雜千萬整理船隻 上月底剛復工 但新手船員卻把摘水加到油櫃裡 導致魚船剛出海就拋錨 基隆魚跟基隆港中間 就主機就故障 就跑到淡水 然後就失去動力 然後就開始在海上飄 那我們船長是馬上就 就一直聯絡有船 還是桌上有船來給我們搭救 結果那個時候 半個多小時一條船都沒有 那我們船主這邊就很急了 我們趕快立即打118 滿瑞富六號被拖回港 重新整修之後 隔天順利出海 5號滿載魚貨而歸 船東代表 在基隆區域會理事長簡健輝 總幹事陳文青 裴同下 到基隆海巡隊致謝 非常感謝基隆第一海巡隊 他們對我們遺傳的救援 緊急救援 避免造成我們遺傳重大數字 所以今天跟總幹事 跟船主來感謝我們的 隊長 因為當時已經將近2點多 也無法立即找到有船 且剛時情況很危急 大家也流向暗記 所以並評估 且符合那個拖代的要件 本體立即採取拖代的程序 對海巡署來講是小事 對我們來講是天大的恩情 如果當初他沒有身世援手的話 我跟你講就是船上7個人 這7個人怎麼辦 這個海難你看 那個破壞 破壞這些環境 然後我們船也損失 人也是會有損失 還好海巡及時出手 解除了一船7人深夜海上漂流計 讓漁船能夠重新出航 補撈小捲 期待未來的每一趟航程 都是滿載而歸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再帶你來看 新宇航空打造全新設計的 飛機艙主題的公車後車停 啟用不到一個月 就遭到一名男子駕車衝撞 導致後車停的右側面板凹陷 外觀亮麗 以飛機艙為主題的公車後車停 走近一看 柱子板筋凹一個大洞 一旁擺放三角錐 民眾看到議論紛紛 覺得還滿扯的耶 到底是 到底怎麼騎上來的 人家男的弄得那麼好看 然後就這樣撞 這這麼好的東西啊 是誰撞的 都這麼美光的刺龍 怎麼會被人家撞 惡意了吧 這座後車停 是新宇航空任養出資改造 今年7月16號啟用 打造成飛機艙造型 屋頂還有機場跑道 夜間照明相當亮麗 但好端端的怎麼會被撞到 車也掉了 監視器拍下 6號凌晨一輛小客車 不明原因先衝上連行道 再撞上後車停 造成後車停板筋凹陷 8月6日凌晨3點 本所接獲一零通報 基隆火車站前公車停遭撞 到場調閱監視器發現 知小客致撞後逃逸 本所立即派員前往駕駛家中 協同反鎖經久撤職為零 並依法自單舉發違反 道路將處罰條例62條一項 駕駛汽車造勢 來修護 那同時在我們取得報駕 還有修護的所需的金額 我們會協助 向我們的造勢者來求償 新的後車停 才啟用不到一個月就被撞壞 鎖性發生在半夜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警方針對造勢者進行駕測 駕測只是零 但駕駛造勢逃逸 警方除了將依法告發 駕照也將被吊扣1到3個月 記者黃少駭就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發おります 請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做回来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出带馆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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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心吗 两个都是忘了 你一个人的意思 包住带馆333 方便行 安心住